这个星期最重要的经济事件应该就是 美联储在看到五月份非常好的 超出绝大多数人预期的通胀数字之后 仍然对未来的降息速度非常悲观 鲍威尔在回答记者提问的环节 就这种预期和现在数字的严重脱节 以及我们在直播中讲过多次的房租的数据质量问题 都做出了说明 下面就是我整理出来的中文版的问答 供大家参考 问你能否向我解释一下委员会的平均通胀预测 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目前预计到年底为2.8% 现在实际数据已经达到2.75% 在今天的数字公布后 房间有这种预测认为本月底将达到2.6% 这是否表明美联储的平均预期通货膨胀不会进一步好转 事实上会变得更糟 如果你们这个通胀的预测是错误的 那么你们的利率前景是否也可能出错 答 我们假设未来几个月个人消费支出和核心个人消费支出数据 会达到一定水平 这只是预测比较保守而已 我们假设数据不错 但不是很好 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加上现在的数据 12个月的读数就会略有增加 那么我们有很高的信心认为这是正确的吗 不是 这只是预测保守 如果像今天的通胀数字一样 情况当然不会是这样 所以这只是预测的一种手段 让我这么说吧 我们欢迎今天的数据 并希望有更多这样的数字 问 但如果情况如你预测的那样 在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上升的背景下 削减利率似乎有些奇怪 答 我们说过 在我们更有信心 通胀率可持续回落至2%之前 我们认为不宜降低利率并开始放松政策 这就是我们的测试 这是一个预测 一个相当保守的主月预测 导致年底的数字将略有上升 如果实际的数据比这更好 那么你会看到数字下降或保持不变 如果通胀为2.6%或2.7% 那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水平 问 如果查看利率预测 我发现19个预测中 有15个预测今年会降息一次或两次 两者比例相当 所以 我想请你解释一下其中的细微差别 如果再出现2-3次 像今天早上奈亚好的通胀数据 是否有可能在9月份降息 答关于经济预测 我听到和看到的是 委员们考虑一系列可能的结果 在许多情况下 他们在想 我真的无法区分其中两个 他们非常接近 但我要求他们写下最有可能的结果 他们照做了 正如你所说 19个预测中 有15个预测集中在一次或两次降息上 我认为所有这些预测都是合理的 这确实反映了委员会的想法 但大家一致认为 这取决于数据 没有人认为 这是对某个特定道路的坚定承诺 这实际上只是他们的预测 仅此而已 每个委员都会说 最终决定依赖于数据 而且我对这预测没有很高的信心 委员们并不是想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 表明这是正确的 这只是他们在特定时间点的想法而已 只有未来会议而言 我们只有在会议召开时才会做出决定 就我们需要看到的情况而言 我之前提到过 我们希望获得更多的信心 当然 更好的通胀数据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我不会具体说明需要多少数据 因为实际上 这不仅仅是通胀数据 而是所有数据 包括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如何 风险平衡如何 增长无何 你冲观所有这些 然后问自己 我们有信心吗 我们是否已经达到了适当的信心水平 即通胀率正在一刻持续的速度下降到2% 或者 我们看到了劳动力市场出乎意料的疲软迹象 需要采取应对措施 只是另一种可能发生的情况 但我们也没有看到 我们认为今天的报告有助于建立信心 但我们认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信心来开始放松政策 问在今天新的通胀数据公布后 你或你的同事是否改变了自己的利率预测 答在会议期间 无论是第一天还是第二天 当有重要数据公布时 我们都会确保人们记住 他们有能力更新数据 并告诉他们如何去做 有些人会这么做 有些人不会 事实上 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做 我不想细说 但他们有能力这么做 所以 预测的内容 实际上反映了我们今天得到的数据 至少是在一天之内可以反映出来的程度 随着月份推移 我们将获得更多通胀数据 但今天上午 我们都听取了相关简报 委员们考虑了是否应该做出改变 正如我所说 有些人会这么做 但大多数人通常不会 问正如你所注意到的那样 劳动力市场在很多方面 已经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你能否谈谈委员们对此的看法 是否认为 劳动力市场仍然需要进一步降温 才能将通货膨胀率降至2% 或者是否认为 劳动力市场现在更容易受到更高利率的影响 因为许多失衡现象已经缓解 达从许多指标来看 两年前劳动力市场有点过热 我们看到它逐渐恢复到供需平衡 那么我们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劳动力供应 通过移民和就业参与度的恢复而增加 现在主要通过移民渠道 但黄金年龄劳动力有所增加 在需求方面 我们看到离职率下降 只为空缺减少 工资水平从几年前的高位 回落到更可持续的水平 我们看到失业率逐渐上升 但一年只是上升了60个基点 非常非常缓慢 我们把所有这些因素放在一起 你会发现 失业率仍然很低 4%的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 但略有上升 这是一个重要的统计数据 但更重要的是 就业机会强劲增长 虽然有理由认为 这些数据可能有些夸大 但它们仍然强劲 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我们非常仔细地观察劳动力市场 我们看到逐渐降温 逐渐走向更好的平衡 我们正在仔细监测 是否有超出这些范围的迹象 但我们确实没有看到 问就业报告的调查数字 存在一些矛盾 你如何解释这一点 它如何改变你对劳动力市场的看法 答 有时 你就是无法调和这些差异 你只能去观察 并尝试理解 这就是为什么 观察三个月 六个月和十二个月的一系列数据 而不是只看一份报告 是更加有意义的 但是 你指出上一份报告中 家庭调查中的失业元素增加 和机构调查中的就业人数大幅增加 这互相矛盾 导致报告的结果模棱两可 这是对的 我们必须应对数据的不确定性 尽管如此 总体情况是 劳动力市场强劲 且逐渐降温 劳动力市场逐渐恢复平衡 虽然职位空缺数量大幅减少 但仍高于失业人数 就业与失业人数的差距仍然是正数 比疫情前还要大 因此总体而言 劳动力市场仍然非常强劲 但与两年前甚至一年前相比 劳动力市场已经不再过热 我预测显示 与三月份相比 降息预期发生了很大变化 而经济数据 并没有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 在过去三个月里 委员们的态度发生了哪些变化 导致今年降息幅度较小 达变化最大的是通胀预期 对年底的预测上调了几个百分点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 我们从这当中得到的信息是 去年下半年 通货膨胀率确实非常低 第一季度则出现了停滞 从中我们得到的结论是 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建立信心 以便开始放松政策 因此这意味着 可能在今年进行的降息会推迟到明年 今年降息的中位数较少 但明年会多一次 所以如果你看2025年和2026年 预期几乎完全和以前一样 只是时间上有所推迟 现在我们有了另一个不同的数据 我们将不得不看看数据会如何影响我们的判断 这几年的经济情况反复打预测者的脸 今天发布的通胀报告肯定比几乎所有人的预期都要好 我们需要看即将发布的数据会带来什么 以及它如何影响风险平衡的前景 问 对长期利率预测有所上调 我想知道 这是否意味着 你认为政策不像我们之前预期的那样有限制性 答 关于这一点有两点 第一 你说的对 长期利率确实上升了 但我想提醒大家 长期的中性利率是一个长期概念 它实际上是一个理论概念 无法直接观察 它是指在不发生冲击的情况下 在未来几年内 能够使经济保持平衡的利率 最大就业和价格稳定 这不是我们今天观察到的 今天我们的经济非常特殊 充满了各种冲击 我们仍在从疫情中恢复 所以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概念 但在我们的工作中 老师说 它并不能真正帮助你找到需要的慰藉 以考虑近期采取什么适当的政策 回到你最初的问题 人们再逐渐把它调高 因为人们开始认为 利率不太可能下降到1000钱的水平 从历史角度来看 当时的利率非常低 这个判断现在我们还不能确定 这是一个有趣的学术讨论 但最终 中性利率是由长期缓慢的力量推动的 关于这些因素是否真的发生了变化 还是利率和经济正在经历一系列持续 但最终是暂时的冲击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这是真问的焦点 我们无法知道答案 但与此同时 我们正在制定政策 以应对我们所面临的扭曲的经济 随着时间的推移 现在的利率变得多么具有限制性 这是每个人都想知道的问题 我们也在问这个问题 我的回答是 现在的政策是具有限制性的 至于它是否足够具有限制性 这个问题需要时间来解答 原因我在上次新闻发布会和其他场合已经谈过 我认为证据非常明确 这项政策是具有限制性的 并且正在产生我们所希望的效果 问 奇怪的是 现在有了这种限制性的政策 而今年几乎所有主要事情都没有变化 在整个预测期内都保持了高于长期潜力的增长 失业率从未超过长期预测的4.2% 所以通货膨胀的改善来自哪里 答通胀的改善来自哪里 显然大部分只是疫情相关扭曲对供需的影响逆转 这得到了限制性货币政策的支撑 这两件事一直在共同发挥作用 在劳动力方面也出现了非常积极的供应冲击 因此有高于趋势的潜在增长和高增长 加上去年通货膨胀的快速回落 我们将看看今年奢余时间的情况 但是只要这些因素持续存在 这些动态就会持续下去 最终的问题是需求是否减少 我们不知道 我们看今天的报告 如果看到更多类似的情况 就可以有所结论 我们无法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但与此同时 我们目前的立场在通胀方面 已经取得了不错的进展 问似乎是今年至少有一次降息 但增长预测显示 今年剩余时间不会出现任何放缓 失业率预测显示 导动力市场不会出现任何显著疲软 你们的通胀预测基本持平没有变化 那么如果到年底时 情况与现在相比没有变化 为什么还要预期降息 降息的意义何在 答 我们认为政策是限制性的 我们认为最终 如果将政策设定在限制性的水平 最终你会看到经济真正疲软 所以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想法 因为我们已经将利率提高到了这个水平 我们一直指出 会在某个时候降息 不是说加息毫无可能 但委员们没有人把它作为基本假设 没有人这样认为 这就是我们的想法 也是一直以来的看法 即通货膨胀率在良好的增长水平上 取得良好进展 劳动力市场强劲 最终我们认为利率必须下降 以继续支持 但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必要这么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仔细地观察疲软的迹象 我们还没有真正看到疲软的迹象 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想看到的 即逐步降温 劳动力市场逐步恢复平衡 同时 我们继续在通胀方面取得进展 因此 我们取得了良好的结果 问利率长时间维持在现有水平 是否会对住房行业或银行的金融稳定造成任何影响 答 住房问题非常复杂 利率对住房市场的影响确实很大 最终 我们能为住房市场做的最好的事情 就是降低通货膨胀率 从而降低利率 使住房市场继续恢复正常 像疫情爆发前一样 全国住房短缺仍然会存在 但我们现在看到的 低底压贷款所定的扭曲会消失 就银行而言 银行体系一直稳健 资本充足 银行表现良好 去年年初我们经历了动荡 但银行一直专注于提高流动性 增加资本并制定风险管理计划 因此银行体系似乎状况良好 问 关于通货膨胀 你能否详细谈谈 你现为经济中存在哪些通胀压力 你提到劳动力市场正在趋于平衡 通胀预期似乎已经稳定 还听说沃尔玛等大型连锁店宣布降价 麦当劳宣布推出5美元套餐 所以 人们可能仍然对杂货店的价格不满意 但似乎经济中已经没有多少通胀压力了 不知道你能否就此多谈一些 答 通胀压力确实已经下降 但我们仍然看到很高的通胀率数字 我想你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 在一些非住房服务领域 通胀率仍然很高 这可能与工资有关 商品价格有所波动 进口商品价格出现了令人惊讶的增长 这有点难以理解 当然我们已经从中得到了一些信号 住房服务方面 你会看到较高的数字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早期通货膨胀的滞后 但总体而言 你是对的 通货膨胀压力已经下降 劳动力市场已经趋于平衡 工资仍然高于可持续的水平 即通胀加上生产力提高的水平 我们并没有将工资视为通胀的主要原因 但与此同时 要回到2%的通胀水平 可能需要它回到一个更可持续的水平 极略低于当前的增长水平 问 人们显然非常关注 今年会有多少次降息 但你能否谈谈年底降息一次 对经济会产生什么实际影响 降息一次或两次 有多大的差别 答 如果让你回顾5到10年 试图找出降息25个基点 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你会发现这非常困难 所以我们不这么看 利率的整个走势才是关键 我仍然认为当我们开始放松政策时 金融市场状况将出现显著的宽松 市场会对此做出反应 至于反应程度如何 我无法得知 因为我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不知道到时候具体会怎么样 但降息对经济来说 是一个重大决定 我们希望做出正确的选择 幸运的是我们的经济强劲 我们有能力谨慎处理这个问题 而且我们会谨慎处理 同时密切关注经济下行风险 以防它出现 问 你刚才提到 要获得降息所需的信心 需要更长的时间 今年前几个月通胀的数字 你现在是否认为 只是意料之中的波动 还是说 它们的影响更为持久 但我们总是希望避免这种倾向 几乎略我们不喜欢的那部分通货膨胀 让它消失 我们有一个季度的通胀很高 是的 我可以站在这里说 我们不应该从那些数字中得到信号 但事实就是事实 低通胀就是低通胀 高通胀就是高通胀 有一个季度的数字更高 我们试图不从前两个月的数据中得出结论 但到了第三个月 我们说 好吧 我们可能得出结论 要想确信通胀率能够持续保持在2%的水平上 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看法 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 现在仍然如此 今天的通胀数据非常不同 非常积极 我们得看看未来的趋势和数据 我们正在寻找 能够让我们相信通货膨胀 正在持续下降至2%的数据 而今天的数字 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但一次数字只是一次数字 我们不会过于依赖任何单一数据点 问 对于看到猎人鼓舞的经济数据 但对经济状况并不满意的美国人 你有什么话要说 答 我认为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 为什么人们对经济状况 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 我们不会告诉人们 应该如何思考或感受经济 这不是我们的工作 人们经历着各自的生活 我只能告诉你们数据 所显示的情况 我们的经济正在稳步增长 劳动力市场非常强劲 失业率且为4% 我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失业率保持在4%或以下了 我们曾经经历过高通胀时期 现在通货膨胀率已经大幅下降 我们正在竭尽全力彻底遏制通货膨胀 必全面恢复物价稳定 我们相信我们会达到目标 与此同时 我理解这对人们来说会很痛苦 但最痛苦的 过于长期高通胀 处于经济边缘的低收入人群 遭受的痛苦最大 他们因通胀而承受的痛苦也最多 因此 我们正在竭尽全力控制通胀 这对所有美国人都有好处 尤其是对这些人来说 问 你表示今年某个时候会降息一次 很多人都在关注 借钱对每个人来说非常昂贵 对于等待降息的人来说 消费者何时才能得到一些缓解 答 我无法给你一个确切的日期 但我们说过 我们希望确保通胀率确实回落到2% 即使我们就可以考虑放松政策 有这种信心 通货膨胀率将达到2% 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为整个经济和所有美国人带来好处 我们曾经有很长一段这样的时间 我们非常希望回到人们 不再考虑通货膨胀的时代 在人们日常的经济决策中 通货膨胀不再是一个问题 我们曾经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的目标是回到那个时代 我们已经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现在正处于坚持到底的阶段 直到我们完成目标 问 在现在的数据中 你和其他委员会成员 发现哪些内容特别令人鼓舞 就保守的预期而言 其中有多少是关于房租的粘性的 第二 烈人鼓舞的是经济增长 尤其是去年下半年 今年我们继续看到稳健增长 这非常烈人鼓舞 一年前 很多关于经济衰退的担心 许多预测家都这么认为 但事实并非如此 美国的增长与全球许多其他发达经济体 就成了鲜明的对比 还有 我认为今天的通胀报告令人鼓舞 但此前的几分报告却不太令人鼓舞 你的第二个问题与住房通胀有关 有租房者 也有拥有自己房屋的人 业住相当于租房者的假想房租 因此 当市场租金大幅上涨时 就像经济重新开放时那样 房租大幅上涨 现有租户的租金上涨的速度比新租户要慢得多 我们发现现在存在很大的滞后 过去市场租金的高增长现在才显现出来 必须消化掉 这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 尽管如此 只要市场租金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下降就会发生 只是会比我们想象的要慢一些 我们也为自由住房估算租金价值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这样做 有些国家的方法与我们不同 价格专家经常研究这个问题 并不是只有我们一个国家这样做 我们也不打算考虑很快改变 但这是事实 这是通货膨胀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 怎么定价 如何确定 人们住在原本可以出租的房屋中 而获得的服务的价格 有些国家干脆对此不加考虑 但我们不会这样处理 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 而且我们一直保持高度透明 确实 我们看到了这个数据 在通胀中的延迟 但是 我们对这个问题非常了解 问回到就业和消费者的话题 最新就业报告显示 过去一年 从事多份工作的人数 增加了63万4000人 增幅为8.2% 自2021年1月以来 物价上涨了19% 人们使用信用卡来支付他们的生活方式 哪些压力点会向你发出信号 经济可能会让公司或消费者陷入困境 但我们关注你提到的所有问题甚至更多 去年大部分时间里 支出增长快于可支配收入 人们更多地使用信用卡消费 信用卡余额和信用卡违约率都在上升 但尚未达到历史上的高水平 疫情爆发后 人们被困在家中 无法外出消费花钱 家庭财务状况在历史上非常强劲 但现在 他们已经花了很多钱 所以我们正在密切关注 我们看到的也是其他人看到的数据 家庭状况仍然不错 虽然它确实不如一两年前了 我们正在密切关注 问 我们离消费者无法继续消费 或公司无法雇佣员工的地步还有多远 答 消费者支出仍在增长 虽然增速不及一年前 但仍然稳健增长 此外 其他经济领域也在复苏 随着新科技工厂的建设 设备和 无形资产支出也大幅增加 因此整体经济呈现稳健增长 增速约为2% 对于美国经济来说 这是一个不错的增长水平 但你说的没错 我们确实看到了 其他人也看到的情况 即低收入人群 年龄的财务压力越来越大 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 就是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我们已经这样做了 最终 我们要控制通货膨胀 因为这些人会非常直接 非常痛苦地感受到通胀 一旦我们控制了通货膨胀 利率就会下降 这也会改善情况 问 你提到劳动力市场 意外疲软导致减息 你能否谈谈具体会是什么情况 是更多人更快地失业 还是失业率开始超过4.2%水平 你希望看到劳动力市场 出现哪些意外疲软迹象 答 当我说意外时 首先是指超出我们 或普遍预期的程度 但我们会关注一切情况 劳动力市场有时会迅速走弱 因此 我们不会坐等这种情况发生 而是会密切关注 权衡风险 我总是强调风险平衡 以及我们关注整体形势的事实 因此在特定时间 开始放松政策的决定 可能会有几个相关原因 但我们监测所有劳动力市场数据 如果我们看到猎人担忧的疲软程度 超出预期 那么我们将考虑做出回应 但我们也关注更广泛的经济情况 问 你提到今年早些时候 通胀数据略高于预期 这并非是一两个月 而是三个月 这是你在利率前景方面更加谨慎 我们是否可以认为 五月份的数据表现良好 这意味着如果接下来的两个月 数据表现良好 你是否会恢复信心 认为降息可能比你目前预期的要早 答 我实际上并没有那种机械性的想法 这取决于数据的整体情况 劳动力数据 通胀方面的增长数据 我们希望看到真正的进展 从而建立信心 担心我们正在朝着2%的目标迈进 我不想给你具体数字 因为那就会推算出减息的具体时间 我认为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 问你说过 在通胀率降至2%之前会降息 你预测今年的通胀率为2.8% 你还表示就业市场已基本恢复正常 那么为什么不再今年夏天就降息一次 反正利率已经远远高于中性水平 这样可以保持经济软着陆 而不是冒着等待太久导致经济衰退的风险 答 我们非常清楚这两方面的风险 我们明白 如果等待时间过长 可能会以牺牲经济活动 就业和扩张为代价 我们也明白 如果行动过快 可能会毁掉 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 然后不得不重新开始 这可能会造成很大的破坏 我们非常清楚这两种风险 并正在努力应对 我们说过 在我们更有信心 通胀会逐渐下降到2%之前 我们认为不宜开始放松政策 这是我们的考验 还有另一个考验 即劳动力市场状况意外恶化 这是我们的双重使命 我们的经济强劲 增长预测都普遍在2%左右 这对我们的经济来说 是一个强劲的增长率 劳动力市场 继续相当高的速度创造就业机会 而失业率仍然很低 因此 我们现在有能力谨慎地处理这个问题 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问 鉴于劳动力市场是一个滞后指标 你是否需要提前应对 劳动力市场疲软的问题 否则 等到劳动力市场疲软时 再采取措施就太迟了 答 我们完全理解这种风险 但我们不会做的事情恶化后再去补救 我们的计划不是这样 我们正在努力平衡这两个目标 以符合我们的框架 我们正在这样做 这就是鲍威尔的问答 讲一下我的体会 第一 也是最重要的 现在美联储委员们的预期之所以这么不友好 主要的满意是 五月份通胀的数字 在他们开会时发布 多数人选择了不对自己之前的预期做任何的调整 因此 最新的数据 根本没有体现到预期当中 第二 就像很多记者质疑的一样 现在的预期有非常多不合理的地方 鲍威尔自己也承认 预期非常保守 他们自己对预期也没有信心 第三 他们非常清楚 房租数据的问题 尤其是我们讲过多次的 对房主自己住自己的房子 还要推算这种不存在的房租的困难之处 和对通胀数字的影响 第四 鲍威尔自己确认 加息从来不是选项之一 总体来看 由于数据质量问题 和房租数字的滞后 未来的通胀数字有很大的偶然性 但是总的下降趋势是不变的 加上 现在的失业率和美联储自己制定的 4.2%的红线距离其实很小 因此虽然有很大不确定性 我认为我们离降息其实也不远 好 喜欢请点赞 问题请留言 我们直播回答 谢谢 谢谢